这位先生可以从两个途径来解决这个事 一个途径就是你原有的官司之所以快速 是因为你举证不能 因为你们的核心点是那个置换协议 你又拿不出证据来 而证人又不愿意给你出庭作证 是不是啊 因为都是本村的嘛 人家不愿意给你作证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申请法院来调取该证据 就有些证据你可能取不来 我让法院做一个调查 提交一个调查申请 由法院一直全来进行调取 包括这六间法房在建的时候 找的那个施工队 你也可以申请法院来调 来证明这六间房就是这三间房 原有技术上翻进而成 行 所以我觉得一个 您可以通过法院做申请 用法院来调取 通过再申请程序来主张你的权益 这是一 我再给您出第二个方案 就是说原来你缺过权输了 要求法皇房屋由于灭失了 案子也输了 你现在想解决的就是一个居住的问题 那么我认为这六间房子 你前期说的是他和儿子一块建的 虽然您和您前妻离婚了 但是和您儿子的这种父子关系 永远不会消灭 他仍然是您的儿子 您到老的时候 他对您有善言的义务 因此他建的房子 虽然您不享有产权 但是您有居住的权利 您有权利来用这个房子进行养老 来使用 因此我觉得您可以到法院 来主张您儿子享有房屋的 主张一个居住权 这六间房子虽然没有产权 不能确权 居住的问题可以处理吧 他对你有杀养的义务 他有义务提供住房 来解决你养老的问题 拆迁政策的话 可能基本上一个项目 一个政策它有所区别 那么我们可能也是给您提供 一个拆迁项目的这样一个参考 实际上您可以看看 通修区的相关的这个彭护区 改造项目的这个拆迁政策 因为这些都是公开信息 而且实际上这些拆迁的这个政策 或者赔偿的标准 对于周边的其他项目 它是有参考作用的 那么从目前这个最新的拆迁政策 来看的话 对于这个拆迁利益的补偿 这块主要分为宅地地的 区位补偿和房屋的重置成本 这两个大块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补偿利益 可能您核心关注的就是通过拆迁 比如说我未来能不能获得相应的 这种经济上的补偿 以及我是不是能够有相应的 这种购房指标 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拆迁的这个政策 它主要考虑的是这个宅地地的面积 以及宅地地上边在侧的户籍人口 实际上是按这样的两种标准 来确定您的这个选房指标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房屋的这个坚数 并不是最终确定购房指标的衡量标准 您也不要过于的悲观 认为是说自己目前只有一间房屋 可能我就没有办法享受到相应的拆迁利益 或者我想受到的拆迁利益呢 只是九分之一的拆迁利益 谁的房屋坚数多 谁享受的拆迁利益就必然大 也并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 我觉得不仅仅现在是一个居住的问题 我们还发现了您存在的一个潜在的风险 您原来打的官司当中 法院认为您的三间房子已经灭失了 六间房子法院并没有认定 是在原有三间房子的基础上 翻建扩建起来的 这样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老先生 就是你的这三间房子房本上有 但是到拆迁的时候 你这房子建不到了 你是不是存在这三间房子 拿不到拆迁利益的法理风险 我分析 虽然您前期在电话当中 他不认可这六间房子 是在三间房屋原有基础上进行翻建的 他也认为06年你们达成过某种协议 但是从我律师的经验上来讲 我觉得在06年你们确实达成过某种合议 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合议的话 06年你不可能住到北房 你也不可能同意06年他翻建房屋 更重要的是06年到2017年 他起诉你到法院层房 适合了11年 这11年你前期都没有主张过 任何的权力向您 这说明什么 在06年你们达成过某种约定 也就是说你这六间房子 是在三间房子基础上翻建而成的 房本上的三间房子是含有的 但是你现在看这个判决 是体现不出来的 这就造成了你以后 拆迁利益当中有可能 那